它在哺乳这段过程 可以有点状况累积出来的 是 我们先来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桃园许小姐您的电话 许小姐请说 你好 我先生 我先生它是手 它有一块地方 就是冬天 干缘的天气都会裂开 但是要给它擦一擦 像表皮剪一层硬硬的 但是那个硬硬的掉了以后 还是会裂 那个底层还是会 那个皮肤就等于说不会好 它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内分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 我们再来接台北 王小姐您的电话 王小姐请说 好 喂 是 请说 现在它也没叫我 有 您在线上请说 好 我请教一下 因为我 这个73岁了 主持人你好 那现在是我这个脚 左边就有那个小小的 痘痘的水泡 那这个很痒 然后有一天 我不小心给它擦 那个酒精 它就起了水泡 但是我看了几次的皮肤科 擦了很多药 已经看了好几个月都不好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好 我们再来接家义 方小姐您的电话 方小姐请说 家义 方小姐您的电话 方小姐您说 你好 方小姐您的电话 方小姐您说 喂 您好 我妈妈她那个手 就是在腋下那个地方 都会就是都会痒 然后有起红疹子 那医生 看皮肤科医生 医生都说 那个好像是对膜症 还是什么的 也是说是过敏的一种 那以前都不曾有过这样 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 好 谢谢您的电话 再来接桃源黄先生 您的电话 黄先生请说 好 黄先生您在线上 我是黄先生 是 我要请问一下 那个大概两年前 有得到这个 这个配搭 怎么那个好了以后 好了以后 那个怎么都还会这样 像伸在刺疆 黄先生您再说一次 您是说几年前 有得过那个配搭 是不是 对啊 两年前 两年前 然后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个好像有伸在刺疆 皮肤是好了 好 我们再来接台北 李小姐您的电话 李小姐请说 大家好 是 请说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以前啊 我还是吃荤食的时候啊 就是经常长那个 单纯性炮症 但是就是说 在四五年前 我吃素之后啊 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我想请问 就是在场的来宾跟主持人 是不是就是说 素食的部分会降低这个过敏的状况 好 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就这几位观众朋友的问题先来回答 首先是不是请胡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那其中有一位民众谈到说就是手会裂开 那擦药了又裂开 擦药了裂开 这可能是什么状况 坦白讲哦 根据这个手会裂开 大概有几个状况的 比如说汗泡疹 它久了水泡干掉以后 角质疹会增厚 增厚的话一干的话也会裂 这随便举个例子 那么这个还是要从根本去治疗 我只能先讲其中的一个状况 是 刚刚那个朋友提到说可能是内分泌 或者是医生说不会好 我不认为这个手裂开是跟内分泌有关系 倒是我觉得脚裂开的机会比手大很多 那这里头有的就是脚质层就是太厚了 所以还是要从这个脚质层厚这地方去处理 当你特别厚的时候 它特别干的时候它就会裂 裂的时候很痛啊 那时候就不是痒了 这个时候擦的要跟普通 擦别的地方就叫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状况去处理 是 再来就是刚刚有位73岁的女士说到 她说她的脚有水泡 然后结果用了酒精去擦 好像其实就一直都有状况 也没有办法好 黎医师这个可能是什么状况呢 因为她刚刚有提到说 她也看了几次皮肤科 也有吃了很多药 那我刚刚有听这个王小姐 73位王小姐她的声音也蛮洪亮的 那我想在可能在这个个人的皮肤体质上 可能有点小状况 如果皮肤科几次药都没有好的话 我想她自己应该也不要太紧张的说 那一定很大的问题 可能放轻松 不是说不要把它当成问题来看 然后在生活调理上 因为刚刚胡医师有提到说 下半身这个状况的问题可能会比手来得严重 那在中国医学上来讲 她的十二经脉 手就是六个经脉 脚有六个经脉 那脚的经脉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的计划是消化器官 就是肝 皮 肾 然后上半身的手就是心跟肺 所以如果说脚的问题出现的话 它基本上在饮食消化上 可能吃点多变化一点 那可能这个应该来讲慢慢的脚会会改善 是 还有一位民众提到这个腋下 她母亲腋下常常会有一些分泌 那她可能就是这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吗 很坦白讲 我这个叙述不太清楚 实在我没办法回答 通常什么样的民众 她腋下会比较容易有一些 所以在我个人的研究 就是腋下这个部位 它的这个穴道叫极泉 就北极的极泉穴 那极泉穴这位置呢 它很微妙 就是说它的位置刚好是在我们汉线 有两种 一叫做正常的排泄汉线 一叫做顶江汉线 顶江汉线跟青春期日子到过世为止 它都跟我们的荷尔蒙 性荷尔蒙有相当的关系 所以一般来讲 我刚刚听到 她在叙述她妈妈的症状的时候 可能这妈妈需要就是多游山玩水 或者跟浸香团 就要去放松清醒 这不是单纯一个就是说 看看皮肤科就可以好的 在这个地方 就说我们家人家的同样 像是开刀开刀 一半月开了 所以出去走走走 可能比药还来重要 她刚才好像有提到说 有医生说她那个是对膜疹 对膜疹是不是通常是出现在比较胖 还是什么 我们在比较常摩擦的地方会出现的吗 其实这个对膜疹 就是说皮肤的某些部位 它会摩擦的 比方说 譬如說骨溝就是一個對膜疹 那個肛門臀部那也是對膜疹 腋下嚴格講也可以算是對膜疹 才有一個地方 就是女性乳房這邊對不對 乳房下面那個也算是對膜疹 但是對膜疹是一個很籠統的 它也可能是這個叫什麼 Candy Dias叫 黴菌 所以這個擦個藥就會好了嗎 要根據它是不是黴菌 是黴菌要黴菌的藥 所以對膜疹也許可能只是摩擦 可能就是有時候坦白講 你用很簡單的什麼氧化心 一個保護也可以 但如果它是個黴菌 有感染 要感染你就是有感染 所以對膜疹是統稱 但是是真正它的部位 因為黃先生他提到說 他那個胚爪好像會再讓它不舒服 這個是他身體本身 我講這個主持人 因為所有的胚爪實在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我想提供三個基本概念 第一個 這個 這個 所謂的胚爪 台語是胚爪 像個蛇一樣 那是指在身體的 因為它的神經是這麼軸的 但是頸部以上就不像蛇了 頸部以上的神經物是區塊 而不是一條線狀 所以頸部以上的這個帶狀拋枕 它就不像蛇了 它是一個區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剛剛這個 李醫師也提到 其實這個皮蛇 太平常了 但是部位很重要 一般來講 健保呢 對於頭頸部以上的這個皮蛇呢 它會 特效藥會擠付的 為什麼 因為 這裡有這麼多神經 比方說 這個三叉神經 甚至會影響到這個四神經 所以 頭頸部以上的這個帶狀拋枕呢 的特效藥 特效藥很貴的 吃個三天五天都是好幾千塊 這健保會擠付 頭頸部 頸部以下的就是看情形 剛剛這位聽眾朋友提 觀眾朋友提到說會痛 本來帶狀拋枕就是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神經 神經是先開始 第二個到的是皮膚 但是呢 最後離開的是神經 所以常常會皮膚OK啦 皮膚都癒合啦 大概 一個禮拜 最後兩個禮拜 皮膚都差不多啦 但是那個痛 所謂的 後帶狀拋枕的神經痛 可以因人而異 那一般來講呢 以我們這個 李醫師也是可以補充一下 以我們的經驗 年紀輕的應該是比較好 那少爲這個年長的朋友們呢 這個痛有時候可以很痛 甚至兩個月三個月都有可能 所以 一小塊的 一小部分的那種神經痛 也是很難控制啦 但大部分呢 要早期去控制這個痛 這個是不是像特效藥也要 越早用 是不是控制的效果越好 好像不要等他那個病毒很 很那個 這個洪基者您講的很對 一般來講是五天內 因為那時候再狀 那個病毒呢 就像爬山 他還在爬 等到他已經爬過高峰了 他已經快下山了 你再給 就沒 就沒 意義就不得 比方說他已經結痂了 那個階段的時候給 那時候這個病毒他已經 已經下班了 他已經下班了 這時候你給 沒什麼意義了 對 因為很多臨床上 有些人就說先忍一忍 你知道嗎 他就想說 反正一開始總覺得說 皮膚很貧窮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 事實上那個時候 才是他們用藥最好的時機 黃金 對 因為把它壓下來 它病毒量不會那麼大的時候 他們其實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千萬不要忍 那有個觀察婆提到說 他以前就是 吃婚的時候好像 會有一些身體的狀況 可是實在是吃素了 這些反應就比較沒有了 他講的是單純泡疹 就是說 他說他本來常常會 耗發那個單純泡疹 對 那後來吃 吃素之後就不會 有這樣的理論嗎 李醫師 基本上人的身體 就是因人而異 那你如果吃得乾淨 身體會比較乾淨 這是一定的 所以有的人是適合吃素 有的人不適合吃素 所以你的身體的營養 也不一定 就是需要不需要 就看個人而已 所以剛剛 胡錫瑟提到說 像帶狀跑筍的問題 事實上帶狀跑筍 像有些像美國的醫生 我聽他們有針灸 他們說 第一天來 24小時他絕對不給 就說 乖了 他只好是帶狀跑筍 他說你明天再來 因為這24小時的症狀 還不很清楚 24小時他只會痛苦 他只要紮有效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醫生跟病人之間的互動 就是說 剛剛有講到五天內是最重要 但你過後以後 像剛剛黃先生提到 他這個帶狀跑筍 兩年了還刺痛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神經 就是說 他基本上 肚脊旁邊就是 就是說 再踢 就是胸腔的第十椎 但是你如果到了 L4 L5的時候 他一樣 腰部會有感覺 會疼痛 可能他腳會長帶狀跑筍 腳帶狀跑筍好了 皮膚好了 神經呢 如果60歲以上的人 他可能兩三年還在痛 他會癲癢癢的刺刺的 好像沒事 又好像有事 就搞得你不舒服 那這樣怎麼辦呢 就是一直等他慢慢的好嗎 肝腎不足 真因虧損 六位帝皇王 其實剛才 剛才那個小姐 那個我有點意見看 胡醫師覺得對不對 因為他講的那個單純炮疹 可能應該是類似口唇炮疹那種 那種的復發 常常跟人的免疫力有關 就是說 他那個病毒一在的時候 就是很多 就是你很累的時候 你壓力很大 你免疫力很差的時候 他就會復發 那這個免疫力一定是跟你的生活習慣 跟飲食習慣這些有關 所以我猜他會去吃素 可能有配合一些 比較健康的生活型態 事實上你的免疫力提升 你單純炮疹 復發的機率本來就會降低 所以不是素食本身 而是一種健康的生活型態 提升的免疫 所以他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 這才是重點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其實皮膚問題這麼多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的保健 平常要怎麼樣的預防 我們先來問一下 就是剛剛其實在 第一則報導裡面 我看到說 就是建議不要洗太熱的熱水澡 那真的就是洗熱水澡 會讓皮膚更受傷嗎 胡醫師 受傷是不會的 不過當你皮膚癢的時候 你用熱水的時候 那是一個暫時的舒緩 但是洗完以後更癢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尤其在有皮膚病 異味性也好 什麼過敏也好 群麻疹也好 其實溫水應該是最好 所以譬如說 這個泡湯也不要泡太久 這好像幾乎是大家都曉得 所以我個人不認為說 熱水澡會讓皮膚受傷 受傷這兩隻太沉重了 我覺得應該不是受傷 所以他只要 一般的民眾 他只要做好一些保濕 這樣子其實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有 剛剛您說的幾個症狀的 皮膚症狀的人 可能就要避免 特別不要洗太熱太久這樣子 對 可能受傷的反而是 泡溫泉的時候沒有 就是泡完溫泉沒有沖乾淨 以前他們台大會後來 就發現一個叫做溫泉皮膚病 這就是因為很多人想說 泡了溫泉 這溫泉水質這麼的好 那麼多礦物質 我當然留著回家不要沖掉 其實錯 對捨不得沖掉 這大錯特錯 因為那個留在皮膚上以後 反而變成刺激 然後就會開始引發皮膚炎 所以後來他們有時候看 一看你泡溫泉 所以會是 會受成傷害不是熱而已 而是那個溫泉裡面的質 你一定要把它洗乾淨 是 那第二個問題我們來看 這個皮膚病會傳染嗎 這個聽起來蠻隆隆的 因為皮膚病有很多種 那有一些皮膚病是會傳染的嗎 我想最重要的 肝癌不會傳染 然後呢這個 我們幾個常見的人 異位性皮膚病也不會傳染 所以大部分的皮膚病是 應該是不會 至少一半以上是不會傳染的 但是比方芥蟲 芥蟲 芥蟲 芥蟲會傳染啊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是 帶狀泡塵會不會被傳染 帶狀泡塵 這個是一個觀念問題 我們一定要跟便人講說 您今天長帶狀泡塵 並不是人家傳染給你 是你這個父父啊 然後第二點 你的帶狀泡塵 會不會傳染給別人 這個因人而異 看對象 對不對 就是如果是那個對象 從來沒有得過水痘 它會被傳染 得到的是水痘 這個概念 還是要讓觀眾朋友了解 換句話說 就記住一句話 這個病毒呢 第一次跟人體接觸 它產生的是水痘 所以換句話說 今天有一個大狀泡塵的病人 一定會問說 這個會不會傳染給別人 就是說看你的對象 對象有得過水痘 它不會被傳染 第二個呢 也是要看那個帶狀泡塵的 哪個stage 哪個階段 比方已經結痂了 大概都不會傳染 換句話說 我講過 那個時候 這個病毒已經下班了 下班 做完工作了 它還在上班的時候 會被傳染 水泡的時候 有傳染性 其實最會傳染是什麼呢 其實是 香港腳這一類 對你知道嗎 因為它本身 那種沒去感染 就以前都常常這種 比如說當了兵之後 大家都有香港腳 凡是當過兵 好難當兵之後 就得香港腳 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你家裡 明明知道有人有香港腳 然後大人小孩 不論襪子內衣褲什麼都一起洗 然後又沒有時間量的話 那種會傳染 因為它本身那個 黴菌就在那邊嘛 如果你本身 免疫力也不是非常好 就會一家都得香港腳 所以這一種的是會的 可是像剛才 胡醫師談到那些都是 可能你是內陰性的 或什麼 就不可能 你不會因為異味性皮膚炎 跟它碰一下就是那個 有些病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它根本不會傳染 比如說像那種感染 你覺得好嚴重喔 其實它完全不會 對 但是病人本身 就患者本身 他可能不敢出現在公眾場合 他們會因為旁人會誤解啊 就看到就 我們常常會因為他的表象 而覺得他很可怕 有些表象看起來比較可怕 反而他對你一點威脅都沒有 反而你看有時候 有些香港腳你會看不到 他的襪子你也不知道 然後他比如說跟你一起洗SPA 他還在那邊走來走去 你才做商局 所以有時候反而是你看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大不一樣 因為看到有一個人覺得 也有他皮膚這樣 就覺得我是不是被他傳染 其實多數那種你看起來 這裡一塊那裡一塊 那反而不大會 我們現在就談皮膚的問題 那皮膚到底你要怎麼樣的保養 在冬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水分啊油分啊 要怎麼樣的一個補充 我們繼續來看下面這則報導 為了擁有吹彈可破的完美膚質 很多民眾不惜砸重金 在化妝品及保養品上 房間更流行許多美容偏方 例如蛋白保養 金箔 膚臉 或是碗面等 不過醫生說過度摩擦肌膚 又沒做好消毒 或本身對某些物質過敏 反而會使膚況惡化 有些愛美的民眾 則是趁著中年慶期間 瘋狂採購保養品特惠組 瓶瓶罐罐全部抹在臉上 以為可以越抹越美麗 結果反倒造成皮膚濁傷或過敏 很多民眾對自己肌膚的型態 或是這時候他肌膚的問題 沒有改善的話 那使用各種不同的保養品 就能造成一個過敏接觸性皮膚炎 另外有些民眾則選擇泡湯喝舌湯 或自己調配中藥來養顏美容 醫生表示 無論選擇哪種方式 都必須先考量 是否適合自己的體質與膚質 愛美是人的天性 醫生也提醒民眾 想讓皮膚滑嫩有彈性 最重要的是 調整好生活作息 並保持規律運動 千萬別因為貪小便宜或亂性偏方 而賠上自己的健康 好 針對皮膚症狀 如果你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請教的話 歡迎您繼續打電話進來 我繼續想請問一下李醫師 我剛剛我們有 我請教一下福醫師 因為事實上 我的醫療過程裡面有看過 有病人確實吃某種西藥 為治療香港腳 結果就肝壞死 死掉了 然後我剛剛有請問一下福醫師 請福醫生 這個基本上治療這個黴菌 最常見就是所謂香港腳 一般是外用的 外用應該都是很安全的 但是這個口服的藥 一般對肝都有相當程度的負擔 那麼很少數呢 也會引起什麼猛暴性肝炎 這個有時候真的是很難預料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刑疫過程當中呢 要開這個口服的抗霉菌的藥 最好是要了解病人 第一個他有沒有在台灣的這個狀況 有沒有蜜肝帶緣 第二個呢最好還是查一個肝功能 GOTGPT 這幾個都正常的話 那麼發生問題的機會就比較少了 所以沒有錯 這個李醫師講得很對 這個口服的抗霉菌的藥 西藥呢 事實上是要很謹慎的使用 是 那我繼續想請教李醫師 所謂的皮膚病它是會遺傳的嗎 以我個人來講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一個基因的問題 大部分來講 我們的基因的問題的背後是 我們家庭的生活習慣 我們的吃喝還有環境的壓力 都是類似的 所以皮膚直接遺傳應該是沒有 但是間接的就是因為基因 跟生活環境影響 這機率就很大了 是 那我們還有一些問題 想要繼續請教醫師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 怎麼保養皮膚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 剛剛提到就是說 可能洗完澡之後 趕快給它擦上一些乳液 所以擦乳液 來顧皮膚 這個是越貴越好 還是說越油越好 這要怎麼選擇 才是適合皮膚的呢 胡醫師 第一個 越貴不見得越好 我個人是覺得 有很多評價的 而且事實上 最重要的是要適合你的體質 比方說 有時候也不能夠太油 那最好 比方說 這個乳液裡頭呢 最好不要 當然也因人而異 有香精的香料 最好是少用 那些事實上也是 引起這個皮膚敏感 皮膚刺激的因素 好 我們現在接來 幾通觀眾朋友的電話 首先接的是 張小姐您的電話 張小姐請說 主持人您好 您好 請說 因為我之前有急性徐麻疹 那現在好像是慢性徐麻疹 那就大腿內側會有塊狀 那就是晚上都需要用 沖冷水的方式才能解決 有沒有其他方式 可以比較好的解決方式 好 謝謝您的電話 再來接的是嘉義蔡先生您的電話 醫師 是請說 我是要問說 私診跟那個戒窗 它主要分別是在哪一方面 戒窗要怎麼治療 才能夠完全能跟除 好 我們繼續來接下一通電話是 桃園楊小姐您的電話 楊小姐請說 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我的母親有慢性徐麻疹的現象 這樣子 是 然後這個期間已經蠻久了 大概現在已經半年了 然後每天早上不定期的 就是在早上起來的時候 會特別的癢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要怎麼樣做止癢 跟就是之後做 也沒有辦法就是讓它肌膚 恢復成正常的 好 再來接通電話是桃園戴小姐您的電話 戴小姐請說 主持人醫師你好 我想請一下 現在我本身是肝癢患者 那因為冬天蠻癢的 而且指甲很厚 我想知道有什麼方法就是 給他指甲不要那麼厚 而且皮膚不要那麼乾 好 再來接通宜蘭吳先生您的電話請說 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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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那個 我那個頭髮裡面 會長那個一點一點硬硬的 一點一點硬硬的 但是不會癢 不會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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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會有頭皮屑之類的嗎 有給他摳 他會摳起來 有點困擾想要問怎麼樣來處理 好 謝謝您 就幾位朋友提到了 有兩位觀眾提到這群麻疹的問題 這群麻疹是很難去 如果說要讓它比較好一點 比較舒服一點 有沒有其他的 有沒有好一點的方法 聽起來這兩位的聽眾朋友提到的 都是慢性群麻疹 都是長期的 換句話說大概醫生也看過了 這個檢查大概有沒有做檢查 不曉得了 可能原因還是沒辦法 像這種的話 有時候 你就要想這個和平共存 那麼 剛剛有一位聽眾們提到說 他早上的時候特別容易 這個時候跟吃藥的時間 可能可以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就是同樣一個藥 一天吃兩次 什麼時候吃 這個時候其實應該跟醫師 醫生應該給他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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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時間 這個是吃藥的時間 吃藥的這個頻率 是 那李醫師就 就是針對那個肝血 他說指甲很厚 然後又會癢 這個中醫的部分 有沒有辦法提供一些方法可以幫助他 我簡單把剛剛台南張小姐 桃園楊小姐還有 桃園的戴小姐的肝血 我大概 因為中醫講望文問切 那我在聽診上 有稍微有點研究了 所以譬如說 台南張小姐她尋麻疹 她聲音根本比較很沉很穩 很有力 那她說沖冷水 她會比較舒服 然後桃園楊小姐她媽媽呢 她慢尋麻疹是早上的時候特別癢 所以這兩個case我來解釋 就是說這個沖冷水這個應該來講 她可能對自己的壓力工作壓力 她應該要多安排度假遊山玩水 來改善她這個原因不明的這個尋麻疹 那至於楊小姐媽媽這個呢 應該早上早點起來 就會參加戶外的活動 團體活動讓她流流汗 至於桃園那個戴小姐的肝血 她的話她個性有稍微急了一點點 所以就像曾國歡一樣 甚至像白居玉 她對眼睛皮膚的問題 她白居玉是很會保養的人 她講一句話她說 唯有閉目穴頭頭 唯有閉目穴頭頭就是 修身養性放鬆自己放下一切 然後剛剛我們醫生講的就是說 與它共存 有時候我們要去適應我們的身體 不管它是有什麼毛病 有時候這些是病不是病 不是病又老了命 所以我們要去放鬆放下 是那想再請教胡醫師 剛剛有講到說 濕疹跟戒瘡的一個分別 怎麼看 還有就是頭髮它會有一塊一塊的 那怎麼處理 是第一個問題濕疹不是濕疹是濕疹 這個戒瘡是戒瘡 戒瘡是一個感染會被傳染的 戒瘡的診斷很重要而且不難 真的而且你治療好的話 它就OK了 就不會 以後再復發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診斷很重要 這個是當然 你這個戒瘡呢 它抓得很厲害的時候 看起來也像是所謂的濕疹 所以我常常說 濕疹其實嚴格講是一個現象 不是一個固定特定的病 那麼他另外提到說 濕疹的另外一塊 所以戒瘡就是一定要正確的診斷 只要診斷對了 治療其實非常簡單 而且效果非常好 所以應該是正確的診斷 就是即時的有效的治療 所以戒瘡的症狀 它可以從哪些部分來看出來 戒瘡呢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呢 當然是教科書上寫的 或者是我們最典型的 就是說它看起來會像 像那個蟲子 像在這個皮下 皮上或是皮下在爬 所以有這個小小的 好像這麼一個truck 像地下道之類的 這是最典型 但是那個其實很少見 等到病人來的時候 他已經抓了一套很足 但是呢 在臨床上我們有幾個重點 比方說第一個 這個地方 這個叫什麼地方 指縫的部分 指縫的部分 那麼另外一個部分是 幾乎是非常有效的 有幫助的 這男性朋友呢 他的生殖器 是生殖器 比較private的地方 他是不是有一顆一顆的 如果有的話 全身陽已經看了兩三個月 我敢說 百分之七八十是戒床 但是這個呢 一般病人都不會告訴你 因為他最陽的是外面 他也不好意思提 所以戒床的診斷 其實沒有那麼然 而且運氣好的話 你刮一刮 醫生花個三分鐘的時間 對不對 讓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玻璃片 躺個三兩分鐘 五分鐘看到 那個蟲還會動呢 這診斷就出來了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很容易區別 如果確定的話 就很容易治療這樣子 那最後呢 觀眾朋友提到 頭皮頭髮 頭皮的部分有腫塊 然後 可是他不會癢 也不會痛 但是他去刮的話 會有頭皮屑 我認為頭皮的問題 最常見一個是麻囊炎 就是麻囊發炎 麻囊發炎之後呢 長期 初期應該是會癢啦 甚至會痛 很厲害的時候會痛 久了之後 他變成纖維化 摳摳摳摳 摳到最後 他變成一個硬塊 我的判 我的猜測大概 所以就是要找 找藥來查嗎 應該是看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麻囊炎的後遺症 那這個要從後面去治療 是 因為你經常摳的話 變成慢性的 那這個纖維化 也會變成一個硬塊 因為頭皮 這個很嚴重很糟糕的病 大概是 不多啦 這場地就是麻囊炎 然後麻囊炎 引起了一系列的 的這個後遺症 是 還有最後幾分鐘 我想請問一下素卿 就是我們在談到說 剛剛有談到說 怎麼保養這些皮膚 你自己這樣線上跑啊 應該看到很多的一個方法 那你覺得比較 比較好用的方法又便宜 然後的一個保養的方式 是怎麼樣 是簡單的來說 剛才胡醫師有講 其實 價錢不是重點 因為適合最重要 所以有些醫生說 我看有些醫生 他只是用簡單的凡士林 他們以前 就是凡士林插一插 他就足夠了 可是有些人 如果你真的是很敏感的 或者特殊的皮膚 現在有一些要用的產品可以用 所以重點是 針對你的膚質來選擇 這是很重要 第二個部分就是 如果皮膚有問題 不要覺得皮膚問題 只是小問題 就自己亂買 因為我們以前曾經遇到過 那個醫生跟我們說 他說 每次我們看到這皮膚上 就想說這個濕疹 濕疹 濕疹就去 因為大家都很懂的濕疹 很奇怪 台灣人都懂濕疹 所以我們就去藥局買 藥局買藥膏 結果一發 可能一可能弄一些 比如說類固醇藥膏好了 可是不對啊 它其實是一個感染症 結果你類固醇一插下去 壓抑了免疫力 你感染症整個發起來 整個背都 整個都發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重點是 不要自己覺得說 皮膚病是小病 所以我可以自己買藥來擦 這也是就是 你如果發現說 不大對啊 這個東西好像長期一直美好 就應該去看一下醫生 最後就是 我覺得其實像中醫講的 其實我覺得很妙 皮膚的症狀 常常會跟你一些壓力啊 或者你的飲食是有關的 所以適度的紓壓 跟飲食的清淡 其實很奇怪 就像我自己在減肥期間 發現皮膚會莫名的好 因為你吃的很清淡 吃的很健康的時候 反而會好 所以在這個底部方向做調整 才是最好的皮膚包養之道 是 那李醫師的建議是什麼 除了您剛剛說 就是可以多出去走走之外 那飲食的部分 可以特別加強哪個部分呢 我剛剛 我一直常常在講說 少量多餐多變化 那也就是說你早上 一般來講 蛋白質方面該補充 還是要充分的補充 那如果過了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的話 搬完以後呢 碳水的話我可以 稍微減量一點 那這樣的調整呢 他在就是說 營養補充上 以及礦物質補充上 會比較均衡 細生代謝會比較理想 是 那胡醫師的建議是說 像這些乳液什麼的 可以擦 但是也不用去擦到太昂貴的 我也不反對用太昂貴的 但是也不一定 沒有那麼必要 這看你的口袋 看你的這個 你的預算是怎麼樣 但是還是我呼應的兩位子 其實貴的不見得是最好 但是貴的也不見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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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